燕被认为是保护性和攻击性很强的母亲 当一只燕走向你时 除非你有食物可以分享 否则最好快速离开 那么为什么当一只绝望的母燕走近时 新兴纳提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没有快速远离 在繁忙的执法中 警察经常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和个人 然而 当他们遇到最意想不到和回忆的情况 温馨的场景时 也有一些时刻 就像在2016年5月的一个看似平凡的星期一那样 新兴纳提警察局的詹姆斯 吉文中士经历了与一只绝望的燕 发生了一次真正非凡的相遇 这个感人的故事 不仅展示了执法人员的同情心和迅速的思维 还揭示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特殊纽带 2016年5月9日 对于詹姆斯 吉文中士来说就像任何其他日子一样 他是新兴纳提警察局的一名忠诚和长期服务的成员 他正在他的巡逻车里休息 毫不知情这一天将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折 当他坐在车里时 他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敲击声 不是人敲门的声音 而是某种相当奇怪的声音 当吉文走出车去调查时 他见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 一只看起来焦急的燕 看到一只困扰不安的燕向他走来 让吉文中士感到困惑 他不禁想知道这只鸟是否只是饿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姿态 他给燕一块面包圈 希望能满足他的饥饿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 燕拒绝了食物 很明显 有什么东西困扰着这只鸟 他似乎决心要向吉文传达这一点 燕继续坚持不懈地着击着 然后走开 只是停下来 回头看着吉文 被这种行为引起了好奇心 吉文决定跟着这只燕 因为他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更多的故事 他很快意识到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鸟 而是一只母燕 他焦急的举动和不懈的尝试 引起了吉文的注意 传达了一种紧迫感 很明显 这只母燕正在引领他去处理 需要立即人类干预的情况 吉文跟随母燕 然后他注意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看到小小的雏鹅 在挣扎地踢动着脚 母燕直接带他来到了 他陷入困境 急需帮助的雏鹅面前 这只小雏鹅发现自己 被一根母亲节气球上的绳子缠绕住 处于一个意想不到 且危险的困境中 这只年轻的小雏鹅的生存 取决于人类的同情行动 吉文忠是对母燕寻求帮助的决心 感到既惊讶又感动 在接受内部版采访时 他承认他无法解释 为什么当燕首次向他靠近时 他没有简单地开车离开 毕竟 众所周知 当涉及到他们的后代时 燕会表现出保护性 有时甚至是攻击性 然而 他仍然坚定不移 被迫去帮助这只受困的小雏鹅 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吉文忠是决定寻求帮助 他拨打了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希望能得到快速的回应 不幸的是 那时没有救援人员可用 但并非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运气在他们这边 另一名警官塞西利亚 切林恰好在附近 毫不犹豫地同意加入救援行动 支持吉文忠是的使命 解救被困的小雏鹅 在他到达后 切林警官走进受困的小雏鹅 而吉文忠是则用手机记录了整个救援过程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温暖人心的救援行动 将很快夺取全球数百万观众的心 吉文忠是后来将救援视频上传到YouTube 几天内就获得了超过300万次观看 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像纽约每日新闻和贺芬顿邮报 这样的知名出版物 都报道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故事 辛辛拉提警察局对他们警员的行动感到非常自豪 副警务局长保罗 纽德上校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警官陈杰出工作的感激和赞赏 在YouTube上发布的温暖救援视频 引发了社交媒体的狂潮 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员都赞扬信心那题警察 对他们的同情和奉献精神 一些人甚至忍不住用文字调侃 其中一位评论员调侃的称 他们为坏警察和俄警察 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是警员与母燕之间发展起来的惊人联系 与普遍的观念相反 认为燕对人类警惕 并且在保护自己的幼崽时可能会变得攻击性 这只母燕显示了一种信任的水平 让吉文终是感到惊叹 我一直以为他们害怕人类 人们说如果你靠近他们的幼崽 他们会攻击你 吉文与当地十二电视台分享道 我们小心翼翼地解救着被困的小初娥时 警惕的母燕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她的存在似乎是对这两个人 在这里帮助她挣扎的孩子的默默认可 仿佛母燕认识到了警员的意图 并信任他们协助救援行动 吉文中式的YouTube视频记录了救援过程 持续了三分钟以上 但在这段时间内 一次温暖的团聚发生了 当警官熟练地解开小初娥的绳子时 母燕的母性本能表现得非常准确 小初娥终于自由了 但在窃邻警官轻柔地触摸下 小初娥被放到地上 摆脱了束缚 这只小鸟急切地朝着附近的小夕飞奔 她担心的母亲在那里等待着 这是一个感人的解放和团聚时刻 这个故事给所有见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初娥被气球绳缠住的情况 也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 气球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危险 鸟类和其他动物经常错误地将气球当作食物 或者被气球绳缠住导致受伤或死亡 在我们用气球庆祝特殊场合时 有必要意识到他们对环境和与我们共存的动物的影响 负责任地使用气球 妥善处理和意识宣传活动可以帮助减轻这些风险 最后 这个温暖救援的传奇不仅仅是一个病毒视频或一个新闻故事 它证明了詹姆斯 吉文中士和塞西利亚 陈警官等人内心的善良 他们愿意不计一切地帮助一只困扰的动物 是许多执法人员奉献和同情的光辉榜样 这个焦急的妈妈鹅和两位充满同情心的警察的故事 将继续触动人心 激励人们多年以后行善 所以下次你听到敲击声或遇到需要帮助的动物时 请记住这只母鹅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以及那些答应它的呼唤的警官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同情心 共情力和乐于伸出援手的意愿 可以对我们周围的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 这个焦急的妈妈鹅和两位充满同情心的警察的故事 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叙述 凸显了善良的力量 以及人类和动物之间意想不到的联系 这个故事激励我们变得更加同情心 更加关心野生动物 并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